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不只有你一人会 去去去 发现了吗 你 你 你休息的功法是什么 自己还不清楚吗 自然是完整的坟穴 坟穴 完整的坟穴 你 你从哪里得到这功法的 是 你 他迟早会发现的 既然如此 就给他一个惊喜吧 嗯 你 你没死 怎么可能 哼 托你的福 让我遇见了老师 不然的话 我这修炼之路 怕是会少了许多精彩 老师 老师 把你卷这部功法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传给我 只要能变得更强 一切都值得 嗯 那我死 不管你究竟是死是活 今天 我都会让你们两人 彻底的闭上嘴 就怕你没那本事 原来你能如此之强 是借用了那老不死的灵魂力量 他居然把魂蛟 点了你这么个毛头小的 难道他以为你比我更好 明年他若是将焚蛟传给我 我竟然会对他女性有加 为了老不死的眼神不好 我的天赋 他还不了解吗 古灵冷火 竟然把这都给了你 凭什么 世事叛徒也配说这话 老不死的 我知道你在他体内 今日我定会让你再无任何逃生的机会 小师弟 师兄会让你和老师 一起勇来此地 这股力量 师兄 新人便让师弟我 来心里安护吧 保卫区倒是不小 这么多年 我寒风什么场面没见过 小子 小子 和那老不死的 一起受死吧 来 烟 鸡 独有长老 立刻闪开 这才是小炎的真正实力吧 真是可怕呀 三叉戟的能量越来越弱了 那火链释放出来的庞大能量 想必也到了极炫吧 哼 这就想抵御佛怒火莲 那也太容易了吧 撤 报 这家伙竟然打败了韩风 还有一口气 看来一伙护体 让药黄在爆炸中活了下来 就这么死了的话 答应我们的丹药 可就没人兑仙了 哼 哼 药黄重伤昏迷 多异祸已经不可能了 找机会撤 小炎 你没事吧 还 还撑得住 只是可惜 韩风还活着 不 勇心炎 不好 他现在吞噬火焰中 狂暴到一火能量 必须拦住他 这一会儿够闲门的 苏长老 这东西还是留给你们解决吧 希望之后 不会听到嘉南学院覆灭的消息 我们走 所有学员速速离开的院 尽深山逃避 是 苏大长 小炎还在呢 小炎 刚才实战佛弩火焰 几乎消耗了你所有的斗气 这陨若心炎趁机吸收了爆炸能量 事与大责 现在的你 已经不可能将它收复 还是尽快离开了 可是 错过这次机会 小子 小炎 快离开这里 所有长老 皆八方护龙阵 彻底封印陨若心炎 嗯 嗯 嗯 黄雀 莹 摇 Bird siguiente 呃 飞 osh ρο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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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也拦不住 少爷 赶紧离开这儿 重铸啊 方寺还没继承 如果这时我冲出阵法 云游星炎必然会脱空而入 解释 恐怕又是一场豪劫 休息后面 就快结束了 什么 想不到 猎人成了利物 只是被他杀了的汉坊 老许 对不住了 这次也连累你了 出生 今日拼了这条老命 老夫也要将你永世抚印 去 从今日起 封锁天坟炼气塔最后一层 任何人都不许进入 包括我 他是嘉南学院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学生 空前绝后 记住那个名字吧 一个年轻固执的小家伙 小颜 萧鼎兄便和萧家族人安心待在这儿吧 帝都是皇室扎根最稳的地盘 就算是云兰宗也不敢放肆 谢过海老雅妃小姐和米特尔家族 若不是你们的援助 恐怕整个萧家将就此覆灭 我答应过萧衍 在他离开迦马帝国这段时间 会好好召开萧家 我不轻易许诺 一旦许诺 就一定会兑现 海老 内院已经收拾好了 随时可以入住 若是缺什么 萧鼎兄不要客气 尽管说 当年我在乌坦城 也多亏了萧家赵颖 还是尽快请炼药师工会的炼药师 前来检查一番 也许 谢过雅妃小姐的好意 只是万一走漏风声 怕是会引来祸短 为何心血会如此不念 也不知萧莉师傅找到了三弟 炎嬌 这里的不幸火焰 究竟是 这是弟弟身处 陨落心炎的腹中 他将你吞掉之后 带到了此地 老师 你怎么样了 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小家伙 你在这里 已经将近半个月时间 这期间陨落心炎 一直试图炼化你 或者说 是你体内的青脸地形火 你昏迷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用古流轮火防御着 不过消耗太大 我也坚持不了多久 到那时 只能依靠你自己了 老师 那要怎样才能逃离这里 为时也不知道 在这里 陨落心炎的力量 几乎是远远不倦 若他将这火焰球放开 恐怕 你立刻就会被岩浆吞噬 就算你有这一伙 也支撑不了 到达岩浆之外 难道 我们只能当死 小家的耻辱 需要我去洗刷 失踪的父亲 需要我去寻找 还有 我答应变成强者出现在他面前 我绝不能死在这里 小家伙总是这般斗志昂扬 既然如此 我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 也会助你一臂之力 记住 我的古灵冷火还能坚持三天 三天后 我会将剩余的灵魂力量贯注于你 而我也会陷入沉爽 之后 就全靠你自己了 希望等我苏醒之时 能看到一个活蹦乱跳的学生 老师 放心吧 弟子还答应了 要给你炼制可容纳灵魂的躯体 又怎么会把命丢在这里 小家伙 加尽休养吧 老师忘了你还有这个宝贝 有了这连台 或许逃什么机会能大胜一些 在我沉睡之后 你若坚持不住了 就将那枚地灵弹扶下吧 能让你多扛一些时间 小家伙 这或许是你的一个劫难吧 但我能预感通 你若能顺利渡过 必将退坚化蝶 成为真正的强者 小炎这人就是我出风的 这下好了 把小命也给玩完了 短命的家伙 真当自己是英雄了 小炎创立了盘门 是我们当之无愧的门主 在内院病离覆灭危机时 是他挺身而出 抵御来犯的黑脚鱼强者 在生死瞬间 他不顾个人安危 拯救了内院 也护住了我们大家 虽然小炎不在 但他一手创立的盘门还在 盘门门主的位子 会永远为他保留 我们要让内院每个人都知道 拯救大家的英雄是 小炎 没有小炎的盘门 就像没有利齿的老虎 仅靠虎家和吴昊 可是守不住那些火能的 非得让他们把药材铺子吐出来不可 跟我来 之前和盘门不对付的那些家伙 一定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 我倒要看看 哪些不长眼的家伙 敢对盘门出手 以后就由我 强绑第一的紫妍 来代替萧妍 守护好盘门 谁敢来挑衅 就别怪我动手 谁敢得罪这姑奶奶啊 大长老 你已经探查过这么多次 都没有找到萧妍和陨落星妍的踪迹 我想 同志所有长老 将进入最后一层的大门永久封印 是 参加袭击内院的那些黑角域强者 都调查清楚了吧 全部调查清楚了 一个月后聚集人手 我们一个个找上门去 内院的耻辱 我要让他们加倍偿还 是 小燕还有个二哥在黑角域 暗中派人保护一下 就当 还那个小家伙的恩情吧 小家伙 我即将达到极限了 老师 辛苦了 再过一会儿 就只能靠你自己来抵御陨落星妍了 希望你能熬过去吧 竟然是 天天命了 时间到了 立刻准备 小家伙 希望你能顺利跑过去 我们师徒俩的命 全在你手上了 老师 学生不会让你失望的 没想到 岳母星的眼睛如此可怕 难怪连老师都忌惮不已 尽全力吧 十胜是死 天天由命 小家伙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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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天王 夜虎 女王陛下 我差點把您給忘記了 眼睛不要了 這是哪兒啊 雲落心炎誕生之地 我被他的本體吞噬後 你和我 就被困在這裡了 真後悔 當初沒有直接殺了你 我也不想來這兒啊 女王陛下 我們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了 不如 聯手突破這雲落心炎 然後逃生 您看如何 這裡是雲落心炎誕生的地方 他在這裡的能量幾乎源源不斷 想要硬闖可不太容易 小心 你體內那個老傢伙呢 讓他出來 否則憑你的實力 就算我們聯手 也破不開這一環 老實 已經沉睡了 開門 殺了我 你也出不去 哼 本王什麼險經沒遇見過 不可 不可 若是就這麼破了雲落心炎的封鎖 外面裡面降海洋 立刻就會湧進來 本王就不幸打不破你 這些蠢女人 把雲落心炎給激怒了 該死 這丟禁是什麼東西 他什麼時候進入我體內的 不 不 這次 真的要完蛋了 該死的火焰 這個蠢女人 難道不知道雲落心炎 對離婚體上還巨大嗎 雲落會能徹底占據身體 那火焰 可是能直接住手靈魂的 這一罐 毛不過去的話 可怕就真的要完了 可怕 老师 对不起 我 接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